哎 这话说得好 我就是想把我的想法表达一下 我想让大家一起帮忙帮我见证一下 你不是想见金修先生 我想见的 想见啊 我们看看能不能见到啊 来看到VCR 自从李亦璇看过来自星星的你之后 一直沉迷其中 无法自拔 随着来自星星的你热播 剧中男主角东敏俊的扮演者金秀贤 已经成为最近亚洲女性新一代的偶像 举心 近日金秀贤来华举办粉丝见面会 还参加了国内一两档大型电视节目的录制 我们通过邮件与金秀贤的经纪人取得初步联系 那么金秀贤是否会来到节目 接受李亦璇的告白呢 见都敏俊 你是肯定见不到的 他是个角色 你要想见金秀贤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只要你有钱 所以我认为见或不见 是没有多大意义 但是金秀贤也未必不会来到这个舞台 因为这是媒体嘛 我们邀请他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一次都敏俊和金秀贤的出现 对于男性在爱情当中的作为 有一丝大的浪潮 很值得我们男性反省啊 你看这一次女粉丝们的追星 没有像追李敏浩那样尖叫狂热粉丝 他们嘴巴里面所谈到的更多的不是帅 是400年只喜欢一个人 其实我今天来 我只是为了跟杜敏俊告白 我并没有说要批判咱们全世界的男性同志 我觉得这样我出去会被骂的 先拿手给他擦擦那个粉底掉下来的 要不要擦 不要 金秀贤喜欢这样的 不用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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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行吧 那么今天金秀贤会不会来呢 我们请你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你准备就像那个花猫一样见金秀贤吗 再问你一遍要不要擦 不要擦 真不要擦啊 你觉得金秀贤会来吗 我觉得他会来 然后当你非常勤生意泄地看着他的时候 他非常礼貌地跟你说 我们还是保持粉丝和偶像的距离吧 你有你的生活 我有我的生活 你不要以为我是杜敏俊那样的人 其实在生活当中 我不过是普通的男人 他说他想40岁才结婚 我觉得我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和时间的 如果门开了之后 不是金秀贤 是你爸妈来的 他们要挽回你的人生道路 你可怎么办 我觉得我没有说像什么失足少女一样 怎么样吧 我觉得我只是对我的人生做出了一个选择 而这个选择是金秀贤把我选择出来的 那老老实实地说句话 如果你把你这种选择告诉你的父母 你认为你的父母的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我父母还是应该会支持我的吧 真的 那咱们走着去啊 看看是金秀贤从那走出来 还是你的家人 让我们一起来倒数五个数啊 你想好了要不要开门啊 看 五 四 三 二 一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